吴妮娜 咪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关心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 3号上午进行第二天的总质询 那么县议员杨华美首次先对于花莲沙滩车多年无法可管 要求观光处 农业处 建设处 警察局以及县长徐真卫来说明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3日上午首先由线议员杨华美咨询提到 去年一名考生到花莲报考教师征事 本来正取榜首却被检举在考场迟到 招宪府取消资格 考生认为是疫情关系 考场的疏失提起夕院 让考生历史9个月成情夕院的煎熬 教育处才增开缺额 让正取考生完成报道 要求教育处说明及改进 去年花莲县现在一夜之间翻转了一个考生的命运 让他们花了这个8个月的时间来提行正夕院 现在夕院有理 原处分机关败诉应该重为处分 那一直到上本周 本周日 他其实那个判你们的重新处分的内容 我是不知道 但是听家长说已经有了 但是花莲县政府一直没有回复考生说 我们要给你什么交代 重新怎么样的处分都没有 那我本来今天确实是想问说 那到底结果怎么样 你们到底这个就已经原处分不存在了 你到底想怎么结果一下 结果昨天家长给我传讯 没有上市应考资格 那这个部分呢 县府评估了整个的一个后续的一个 如果进行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程序 所需要耗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人力物力的种种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是尊重数院决定书的一个判定的一个内容 所以在后续的部分呢 也会朝数院决定书的一个判定 我们会增开偏远地区的一个地理科的缺額给予亡生 整体来讲 里面当然这个有很多我还会有问号的地方 但整体来讲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知错能改 能够给考生一个公道 我是肯定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1月16号你就已经撤销原处分了 那但是到现在5月3号才知道 那我觉得这多三个月的煎熬 就他到底该怎么办 我要何去何从 当时我欢欢喜喜的想要来花莲报到 结果一夕之间就变成我没有资格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希望 这个好结果 还是希望您在没有违反公务流程的情况下 结果赶快公文告知 口头告知也可以 不要让人家又焦虑了三个月 另外针对沙滩车产业 维及当地居民生活权益 沙滩公共性 截至目前为止 花莲有些沙滩已沦为业者引力场所 甚至没有合法申请 要求相关局处说明 尽管徐政委依然表示依循中央法规 但让华美人见请宪府要有担当 落实执法 违规不要视而不见 定定管理办法提高业者自律 那为什么不落实 为什么不敢落实 那这件事情是我要再一次提醒他们 中央法规固然是一个 管理全台湾沙滩车的指引手册 但是回到地方来讲 它其实地方的每一个局处 都有自己的规范 可以好好的辅导或者采法 当然采法只是手段 其实还是最重要是要求他们自律 那还有就是花莲县政府 到底怎么想像观光的 到底是不是对于这些被干扰的民众居民 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影响了 还是依然的漠视 违规的事项 粒粒在目摆在眼前 各局处却不去面对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 赌值不管还是什么 那总要说清楚嘛 但是很遗憾就是今天他们还是没有说清楚 还是在回到 就是中央法还没定下来 什么没有办法作为 但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我们还是希望花莲县政府有作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